其实这一题跟刚刚那一题有点类似 这边到这边是100,所以要花一条线 100,起点,过来,方向,距离100 可是呢,这边85,这边45 可是问题来了,这边到这边是高度45 那我要怎么知道到这边会刚刚好是45呢? 如果之前有画过同学,你可以用一个偏移的功能 就是说,我这边到这边,我可以用什么? 跟刚刚那一题一样,你可以画个圆 这边就有个圆,对不对? 然后呢,这边需要一条线,刚好是45 所以我们画法,我这边稍微讲一下 我画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你可以一样,画一个什么? 从这边到这100,水平线100,跟刚刚一样 Enter一下,空白键结束掉 那这边,因为这边我知道是85,所以我画一个圆 圆,中心点在哪?在这个端点 过来多少?85,Enter 好,那可是呢 我接下来不知道这边会有一个焦点 距离我只知道高度,垂直的高度 垂直的高度的话,我就可以用所谓的偏移 那偏移在哪里?各位可以看到,在我们修改工具页里面的第四个 第四个就会有一个叫做偏移,对不对? 偏移的指令就是Obset Obset的话,其实你就点偏移一下 它会问你说呢,你看底下的问题 请问你要偏移的距离多少? 那距离要多少呢? 向上多少?就是45嘛,所以你就注入45 我要向上45,OK,Enter 那它会问你说呢? 请问一下你的物件,那我要哪个物件呢? 就这个物件嘛,这条线呢,请你帮我把它往上丢上去垂直 因为偏移一定是垂直方向,或者水平方向 所以我就把它选它之后,然后往哪个方向? 选了这个线之后的话,再往它上面的方向连一下 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是距离嘛,第二个是选你要偏移的物件 第三个就是给方向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条线就出来了 那不就会有一个焦点? 那我们如果要把三角形画出来就很简单嘛 因为有一个焦点,我就可以怎么做呢? 这边连过来,然后看到焦点,然后再把它连过来 最后按空白键结束掉 那这个跟这个不就可以怎么样呢? 不要掉,不要就把它删除掉就好了 那这样不就可以把这条线呢? 这个图画出来,有没有?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标一下 标注一下就可以 标注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类似跟刚刚一样 就是线性的话呢?就是标这边到这边一定是100 然后再标注一次 那垂直的话也是线性的 所以这个最高点 再到这个点,你就标垂直的 有没有? 你这条线你不是标那个这个对齐式 否则你标对齐式的话就不会是45 那这条这个斜斜的 这个斜斜的部分呢? 才是标什么呢? 标这个对齐式 85 那这一题就算完成了 我可以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试一看